每天在生活 在工作 在带人借屋 就练什么 练放下 知足 放下分别 练这个 这叫真功夫 那放不下怎么办呢 马上转归阿弥陀佛 古达德所说的 不怕念血 只怕觉知 无论是善念是悟念 都不必去理会 为什么呢 善念悟念都不是真的 都是妄念 立刻转变成阿弥陀佛 这叫真念 念念 普利群僧 就是念念阿弥陀佛 我把念阿弥陀佛这功德 回向给一切苦难众生 祝福他们身心健康 家庭幸福 四叶顺利 社会安活 天下太平 这愿好 要知道 每一个念头 都变发界 虚空界 先说过思 在还原观上讲的 每一个念头 都戳三无尽 每一个念头 都含荣空有 心包太虚 两周杀戒 这种心念 这才叫大乘菩萨 随缘妙用 那是最高的原则 唯一有则 是现前要做的榜样 这不是为我 为整个社会 做好榜样 凡是不好的样子 决定不能做 起心动念 自己想一想 我这个念头行不行 如果整个社会 都像我这个念头 这世界是什么样的世界 想一想 如果是自私自利 如果是贪嗔痴 那得了吗 这世界会毁掉 为什么会有这个念头 迷惑吗 觉悟就不会了 觉悟 起心动念 言语造作 都要做最好的样子 给社会大众 做榜样 那就一定要把 弟子龟做到 感音篇做到 十善业做到 把沙弥略移做到 这最基本的 这些东西都能做到人 这好样子啊 我们对一切苦难众生的祝福 那不是口号啊 真正能够实现 厨师在人结务 佛教我们的态度 柔和之之 无论对什么人 言语要入火 态度要沉浸 这只是真诚 功劲 自己要学得谦卑 有礼 要肯定 世间没有坏人 这个心 非常重要 这个心就是 同体大悲心 那个人造无逆十无罪 是一时迷惑 不是真心 是他的妄心 不善的习气 所造成的 他的真心 本善 他有菩提心 菩提心是他的真心 没发出来 被烦恼吸气 盖付出了 只要把障碍去掉了 他本善的真心就现成了 他是佛心 一切众生 借由如来智慧得相 这个不能不知道 你真正明白了 你就没有 冤情债主了 冤情债主 全变成佛菩萨了 冤情债主